伊朗火速宣布退货采购的苏-35战金并且取消订单 对于中国来说殲-10C出口的机会来了 而伊朗空军也没得选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米菜户 我是虎妞 伊朗国防部长阿什蒂亚尼正式向外界宣告 伊朗与俄罗斯达成的苏-35战金采购项目 全部取消 伊朗方面将不会采购苏-35和后续的苏-30SM战金 此消息难免令人有些错愕 因为就在不久前 伊朗方面还曾经向俄方催促战金的供货 并且表态已经进行了支付 三个月前还有三架苏-35S战金先后废抵伊朗 为什么伊朗迅速又表态不再需要 并且退货从俄罗斯购买的苏-35战金呢 此前根据外界的开源消息可知 伊朗方面至少向俄罗斯订购了24至50架苏-35S战金 和12架苏-30SM战金 现在被取消 估计最郁闷的就是苏霍伊航空集团了 好不容易获得了这几年前所未见的外售订单 结果又被迅速取消了 根据有限的消息可知 俄罗斯希望伊朗提供的苏-35S战金 包括此前埃及空军毁单退货的17架苏-35SE战金 这些都是现成产品 不过伊朗方面对此好像颇有为止 今年4月 俄方派遣了三架此前埃及空军退货的苏-35SE战金 前往伊朗准备交货 结果伊朗方面对此非常不满 这些苏-35SE战金只能打到恢复 有分析表示 这些埃及空军之前订购的苏-35SE战金 按照埃及方面进行了航电等子系统的改动 采用了西方设备 和俄军的原装苏-35有较大的区别 但因为俄罗斯被制裁 这些西方设备实际上也断工了 目前不太清楚 是不是俄方没有将苏-35SE战金 继续进行去西方化的升级 就交给了伊朗 因为伊朗本身也是备受西方制裁 俄罗斯若把未经去西方零件化的苏-35SE交付给伊朗 伊朗肯定会对此很不满的 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维护升级埃及版苏-35SE的能力 此外 伊朗要求俄罗斯转让飞机零部件的制造和相关的维护技术 这一点也遭到了俄罗斯方面的拒绝 伊朗方面很不满 不过这一点也可以理解 毕竟据称伊朗方面购买战金使用的是以物换物的方式 而且俄罗斯方面还给了优惠 若再向伊朗转让飞机零部件的制造和相关的维护技术 俄罗斯方面后续还怎么赚伊朗空军这几十架测围战机的维护升级费用 此外 俄乌冲突也导致伊朗方面肯定不能够如期获得苏-35、苏-30战机 现在俄罗斯航空工业的产能正在借金所能的为前线部队维护和生产战机 就连印度的苏-30MKI战机升级计划也遭大幅度延清 哪有多余的产能伊朗快速生产战机 慢慢排着队吧 可以说经过种种因素考量 伊朗空军放弃了从俄罗斯采购战机的想法 而放眼世界能够出售给其先进战机的也就是只剩下中国了 因为欧美和伊朗可以说是世仇了 不存在印尽战机的问题 这是中国金-10C战机出口的绝好机会 而且伊朗也没得选 军内专家此前就表示 金-10C战机出口具备三大优势 首先就是战机性能出色 现在中国的战机出口市场上 是世界上的佼佼者 出口一系列的先进现代化四代半五代战机 其中歼-10C作为目前解放军现役最先进的中型战斗机 配置全部向西方看齐 无论是机身材料 发动机 航电 武器 雷达 其先进程度 甚至反超西方战机 比如说解放军的歼-10C 即便是相比美国最先进的F-16V战机也不逊色 配合中国种类繁多的外贸空空导弹和空对面导弹 歼-10C能够胜任各种任务 而且中国武器一向物美价廉 与美俄相比 中国武器在性能上更出色的同时 因为在总体成本控制做得较好 和中国全产业链的优势 外贸的武器价格非常实惠 堪称性价比之王 这是其他国家非常在意的 其次 中国出口武器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条件 不会像美国那样 以此要挟 甚至是干涉别国内政 中国对外出口武器的原则是一贯明确的 不损害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安全与稳定 并且在对等的姿态下 与他国进行军事技术合作 不与政治条件挂钩 最后就是 售后服务好 非常负责任 此前如向巴斯坦出口骁龙 我们还手把手帮助巴封建立飞机生产线 并且从维护 保养 以及维修等各方面 大量对其进行技术支持